哈囉 大家好 我是Eva 今天的影片呢 要跟你們分享三個可以幫助錢包整理的APP 那今天的影片呢 是跟台信銀行的Richard合作 所以要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 因為會有好康爆你汁 以及超級好康的抽獎活動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va 自從呢 我上一次跟你們分享後的新錢包之後 我就很希望可以保持這個新錢包這樣薄薄的 輕輕的 不要再像以前一樣大爆炸那種概念 所以呢 今天我是在選出三個可以幫助錢包整理的APP 來跟你們分享 那通常會造成錢包大爆炸的問題 不外乎就是 如果你們對今天的主題有興趣的話 就歡迎繼續看下去吧 第一個呢 我們要來對抗的問題就是 發票 在台灣呢 發票有好多種 有大張的 有電子的 然後還有一般長條的統一發票 真的是太崩潰了 我以第一個我要來推薦的APP叫做 雲端發票 這個APP呢 可以幫你記入所有的發票並且對講 登入後呢 它會給你一個條碼 在做一些消費的時候呢 就出示這個載具 就跟他說 欸 我要使用載具發票的功能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發票輸入進去並儲存 如果呢 有些店家沒有這個載具功能的話呢 你就只好用第二個功能叫做輸入發票 它其實就是像QR Code掃描的概念 你可以拿你的發票 對準這個QR Code 直接讓它掃進去 它就會自動儲存 時間到呢 它就會告訴你說 欸 你有沒有中獎哦 這個APP還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是它可以歸戶 也就是說 假如你有自然人憑證的話 你就可以有拿這個載具跟自然人憑證做結合 這樣你之後中獎的話呢 錢就會直接匯到你的戶頭 你也不用去任何畢竟商店的銀行換錢囉 然後啊 在載具的部分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要打開APP很麻煩 像我常常會忘記 後來呢 有一個決定就教我一個方法說 把載具印出來放在手機後面 只要試出你的手機就可以順便存你的發票 我覺得這通話超好的 你們可以試試看 最後我們要打擊的呢 就是會員卡 各種店家都會有屬於各個的會員卡 然後它都會跟你們說 哦 加入我們的會員會有什麼什麼折扣哦 可以累積點數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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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時候呢 你就會默默的放一大堆會員卡 那今天呢 我就要來跟你們分享如何整理這個會員卡 一樣呢 是在雲端發票的這個APP裡面 有一個雲端會員卡功能 你可以把你常用的會員卡的條碼掃到裡面 未來在做任何消費的時候 一樣只要打開這個APP 找出你的會員卡 就可以給他們做幾點功能了 不用再像以前一樣 一整個錢包裡面有好幾百張卡 但是你永遠會拿的就是那幾張 這呢 我們要來解決的就是 名片 我是一個很喜歡收集名片的人 不論是餐廳或是喜歡的逛街店家 甚至現在在有一些商業場合 也會需要有消化名片的時候 所以現在常常就會有一大疊名片 需要把它好好收納起來 那今天我要推薦的這個APP 叫做 名片全能王 這一個APP 非常的聰明 它一樣也是有掃描的概念 你只要登入進去之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照片的圖案 然後你就可以打開掃描你的名片 之後呢 他就會直接把這張名片上面 所有的姓名 電話 地址 公司名稱都存在裡面 那超級方便 而且呢 你還可以幫這些名片做分類 像我的分法呢 通常是會依照時間或是領域性分類 最後一個part呢 來到人口的減少 前半裡面的零錢 去年7月左右呢 我開始使用 VUTURE搭配AGOGO這個信用卡之後呢 我的零錢終於減少了 原因是因為呢 我現在大部分的付款方式 都是用信用卡刷卡 再來是那張信用卡呢 它有優優卡的功能 所以譬如說到便利商店啊 一些小兒支付的東西 我可以直接刷優優卡付錢 所以我就會減少很多很多零錢回饋我的那種機會 再來是我很常跟朋友團購 那團購最麻煩的就是付錢的時候 如果你是主購 你會瞬間收到很多很多錢 然後你還要一直催別人去繳款什麼的 那如果你是跟團的話 你就是要帶很多錢去給那個人 那我覺得這兩個對我兩個都超級麻煩 然後我剛好有一些比較常團購的大學朋友 他們也都辦了RECHART 大概有四個人左右 有RECHART之後呢 我們付款面的超方便 只要打開RECHART這個APP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QR Code付款的方式 我們就只要直接掃對方的QR Code之後呢 再打我們要轉帳的金額 瞬間轉好錢 而且它還可以用通訊軟體通知對方說 誒我從哪裡哪裡轉的多少錢給你 實在有夠方便的 我跟我同學們都大愛上這個APP 而且它就像是你的行動LTM一樣 它也可以存一些你常用的帳號 像我就存了一些我愛用的賣家在裡面 然後我只要消費他們給我說多少錢 我就隨時都可以轉帳 在走路在公車上在 任何時候 而且它一個月還有五次免費的跨行轉帳 我覺得對我來講真的是超級無敵方便 最後透露一個我覺得RECHART還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幫你記帳 你可以直接查你所有的交易名信 你的帳戶名信 你的轉帳出帳記錄 而且它會幫你每個月的收支做成一個鑄撞通知 你可以去查你每個月的消費記錄 然後查你的消費習慣去做一些簡單的財富管理 所以我覺得RECHART這APP 除了可以幫我減少很多零錢之外 同時也可以做一個快速的查帳功能 我覺得非常非常方便 就是自從有這個APP加入我的手機之後 我覺得我的生活真的有變得比較便利 然後也節省了很多時間 所以就推薦給你們 所以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推薦給你們的 三個可以幫助錢包管理的APP 特別是雲端發票、名片全能王跟RECHART 那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們想要推薦我一些類似的APP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好的那現在到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好康相報以及抽獎活動 那這個活動呢是RECHART發起的 友情大考驗、RECHART闖關限時購的活動 主要的內容呢就是希望 讓舊的用戶可以邀請新用戶來加入RECHART 並成功的開戶 我的挑戰內容呢就是說 要由我這個舊用戶來邀請 五位你們讀者 一起來加入RECHART 並且透過手機驗證的方式成功開戶 那參加這個挑戰方式呢 你們要從這個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找到一則Facebook的貼文 並且留言說我要參與友情大考驗 那這樣子一個禮拜後呢 我就會從留言裡面找出五個心願 可以跟我一起來完成這個開戶的動作 那你們就可以得到 除了基本的500元用戶禮之外 還有9點的任務點數 以及台信銀行所提供的小禮物 那關於任務點數這個呢 我覺得是超級好的 拜託你們一定要參加 因為任務點數只要收集到30點 就可以參加10萬元抽獎的活動 而且名額有10個 像跟我一樣是舊用戶的人啊 你們只要邀請五個人之後呢 你們就會得到45點的任務點數 這樣你們就瞬間 可以參加那個10萬人抽獎 那如果是新用戶 就是我邀請你加入 然後你再邀請五個人的話 這樣你也可以馬上再參加這個抽獎活動 我覺得超好的 因為就是大家都可以抽獎 然後大家都可以賺500 那大家注意的一點是 要參加這個活動的話 必須在年齡20歲以上才可以參加唷 好那謝謝你們今天把影片看完 不論是App分享還是好康報你知 那你們現在就趕快打開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找到那一則FB貼文 並且留言說我要參與友情大考驗 祝我一臂之力完成這個財心銀行給我的挑戰 那我們就在 RiTra相見囉 掰掰 RiTra真的是一個很好的App 我真的是愛死了 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我希望我身邊的每一個人都趕快去辦 記帳查證或是任何跟錢有關的事情 我覺得實在是太方便 而且回饋有很多